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说一下这个君主跟亲大夫 我们说春秋时期这个国家机构的特点跟后来中国有比较大的差别 差别在哪儿呢 就是说尽管我们说春秋时期最高统治者在一个国里面 当时的君主 国君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跟这个后来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春秋时期一个君主的权力不是很强 就是说不是很大 所以呢 由于他这个手上的权力不是太大 不是太强 因此我们所说的这个集权制 君主集权 或者这个君主这个专制 都不太有利在这个时候出现 为什么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这个君主这个权力不是太大 所以他就很难去集权 更难做到这个专制 如果他要适应这个专制 他必须要他手上有很大很大的权力在一起 如果他没什么权力吧 他这个专制不了 也就别人也不会听到 他必须他手上有实权很大 这才可以 那么 这个春秋时期我们前面也讲过 我们说缺乏就是严格意义的这种官僚制度 他没有官僚 没有这个像后来的一大批的职业的官僚 那么他国家怎么治理呢 当然他也有办法治理 就主要由这个贵族来管 尽管 所以这个前人呢 称这种政治为什么呢 就由贵族来管理这个国家政治的 叫做中法政治 也就是贵族和这个官僚啊 当时是合而为一的 也就是这一贵族 他既是贵族 他又是官僚 因为为什么 他要管理这个地方 管理这个中央 所以当时这个绝大多数国家 都是由这个什么呢 由这个国军的这个子弟 他们的子弟当时贵族了 例如说公子 公孙 所有一个公子就是这个国军的 国军不是都是公吗 那么公的儿子 还有就是他儿子的儿子 那就叫公孙了 公子的儿子 就是君主的孩子 就是这个公子 那么公子的这个孩子呢 就成了公孙 所以这样就是由这个公子 公孙这批人来这个 掌这个国家的大权 来管理这个政治吧 所以他们这个 因为他们这个 跟这个国军有这个血缘关系 所以也当时也称之为 把这批人 不管公子也好 公孙也好 就是这个下一代 或者再下一代的是吧 这些这个贵族 称之为公族 就是这个国军的这个家族 那么就是说这个 绝大多数的国家 都是由这个君主的子弟 就是这个公子公孙 来这个掌这个大权 当时就称这些贵族 称他们为公族 因为他们都是这个 公就是这个君主吧 君主对他的族人 家族成员 所以出生为这个公主的 这个亲代夫 由他们来这个 协同这个君主 来治理这个国家 那当然我们说 这个不是这个 亲代夫自己是吧 去揽权或者去夺权的一个结果 而是这是由这个传统 传统这个制度所决定 因为传统就要求什么呢 要求就是说这个 君主的这个儿子 或者孙子这辈 他们必须要来这个 来管理这个政府 就是他们这个 也是这个 实际上就起到这个官僚的作用 他们就是一批官僚 所以在这个当时这个打仗的时候 一般要分为这个三军 三个部分 就是中军呢 中军一般是由这个君主 自己来亲自指挥 这个中军这部分 这个军队是吧 那么左右军呢 一般就是由这个 两家这个大贵族 他们来分别来负责 而且这种权力 我们说它是世袭 就是世之代的管理 例如管这个左右军 指挥这个左右军 那么他这个父亲死了 有儿子来来解体 儿子死了 有这个孙子来来解体 所以这个当时也称 这种贵族为氏族 世界的氏族 就是世之代代 他这个 都要管管 有这种这个管理这个职能 是吧 左转那个相公十四年 就是说天生名而立之君 始思慕之 忽始失信 有君而为之二 始始保之 忽始过度 是故天子有功 诸侯有亲 那么我们引用这段话 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了 这个当时非常明确的 什么就告诉我 就是说这个 这个 他说这个 自然的 我们说有了这个老百姓 是吧 他就必然的要 给他立一个君主 因为这个按照古人的看法 就是这样 这个有了老百姓 必须要有君主来管理这个老百姓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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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个 有了这个君主 还不够 还需要什么 为之二 二什么意思 二就是还有个副手 用现在话 这个副手 使这个 施保之 就是让这个副手 来起什么作用呢 来当这个 就是施根保 施根保 而是古代那个官吏里面就是什么 他君主的这个 这个左右 来帮助这个君主治理这个国家 叫施保 太施根太保 是吧 忽视过渡 设立这个 就是这个施保的这个 用意在哪里呢 就是忽视过渡 就让这个君主啊 不要太 他那个权力太过 过头了 是吧 所以他说这个 天子啊 有这个公 这个周天子啊 他下面就有他的这个 有这个公 公这一级的这个贵主 来这个帮助他 那么诸侯啊 有这个亲 那么这个 各个地方 那个国家的这个诸侯 他都有这个亲 亲来帮助这个 这个国君 他的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样目的就是 护士过渡 就是他设立这个副手 就是让这个君主 是吧 这个权力不要太过头 所以他是起到一个 这个意志的作用 就是设立这些 对亲代府是吧 来这个在这个君主 这个周围是吧 来这个帮助这个君主 来治理这个国家 而且也不要让这个君主 他能够权力 才过头了 所以这个按照这个 古老的这种传统 就是说君主 必须要有这个 他的这个 等于说他的这个 副手 来协助他管理这个国家 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什么 就是让这个副手 来这个 医治这个君主的权力 就不要让这个君主 这个是吧 他这个权力就过度 过了头 所以我们说 这种这个本意 应该说是好的 是吧 目的是让这个君主 有一个副手 然后对这个君主 起到一种制衡的作用 就也就是说 不要让这个君主的权力 这个 这个 无限的这个发展 那是 应该说是一种 很不好的现象 不好的这个后果 这个在左传里面 招公三十二年 是吧 他就说了 他说这个 他就主要是讲这个 鲁国这个就是这个三环 这个鲁国这个祭司的问题 他说这个天生祭司 以二鲁侯 他说这个祭司啊 这个贵族啊 好像也是老天爷 生下来什么的 就是要让他来什么 以二鲁侯 就是来帮助这个鲁国的君主 成为这个鲁国君主的副手 他说为日久矣 他说这样的现象呢 说这个在历史上 已经很长的时期 都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也有着这个祭司 是吧 祭司出现了 他必定他要去做这个 鲁国君主的这个副手 而且说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 就是也说明 就是这些一种历史传统 不是说这个 有这个随这个临时决定 不是这样 这就更明确的 就是这个 就祭司 是吧 这个大贵族 是他们家就成为 这个鲁国君主的一个副手 而这个应该是由 好像是由天来决定 是吧 而且呢 我们说这种情况 我们说在春秋时期 一个非常普遍的 普遍的 也就是说各国家 差不多都是跟这个鲁国 差不多 他都是有一批这个贵族 大贵族 是吧 来当这个君主的这个副手 所以这个左传这个成功十六年里面就说 说什么 鲁之有祭梦 尤 尽之有鸾饭也 他说这种现象呢 很普遍存在什么呢 他说鲁国 比如说有这个祭史 有这个梦史 是吧 在这一大贵族 来这个当这个君主的副手 他说这个尤 如同什么呢 像晋国 晋国比鲁国更大的一个口果 是吧 他说晋国就是有这个鸾饭 这个鸾饭就是这个鸾饰跟这个饭饰 这个像这样的一个大贵族 是吧 所以他说这个鲁国跟这个晋国没什么差别 他们都有一批这个大贵族来这个 来管理这个政治 帮助这个君主 那么这种这个贵族 就我们说这个这种这种这个这个 就这个这个这个栋力是很很大的 例如说有时候 例如说这个 君主这个位这个 出现的这个 软茬了 例如说君主死了 病死了 心里这个君主还没立起来 這时候就碰到镇子上 像真空这个一样 那么如果 这个时候是吧 那么就有这个贵族 这个为亲 他们起来来什么 来这个所谓叫设政 来当这个设政的这个君主 所以这个例如像这个 走在这个相公二年的时候 继这个郑国 郑国的郑成功死了 这个时候这个 他在下面这个接班人 还没起来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碰到这个权力真功了 所以当时很自然的 就让这个子汉当国 子嗣为政 就让这个子汉这个贵族 来当国 他实际上的等于是代理君主 子嗣为政 另外一个子嗣 就来具体的法后司令 由这两个人来填补了 这个暂时的一个政治上的真空 所以这个根据这个 左转那个筑解 当国是什么的 子汉这个人来当国 当国就是设政 所以当时这个在其他国家 也有这种制度 比如像齐国 也有这个当国的这个计划 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贵族 我们说的权力是很大的 他在这个没有君主的状况之下 他可以做这个设政王 那么我们说这个政卿或者上卿 他们这个权力很大 他不仅可以这个设政 而且他这个当时这个君主 这个立这个一个君主 我们说立一个君主也不容易 因为他们要碰到很多麻烦问题 你立哪个合适 哪个不合适 所以这个有时候当然也有这种现象 就是说立了一个君主以后 这个当权的这个亲 跟这个君主有时候 他们两个合不到一起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亲可以什么 可以把这个君主把他封下台来 并不是说这个是吧 你这个君主这个一在位是吧 这个所有的贵族都必须要服从 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这君主这个在位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自己有一君主 他的行为是吧 不合乎一个君主的要求的时候 那么这个亲 就可以把他这个 把他这个 把他轰下台来 把他轰下台来 例如像这个 这个这种例子很多了 像这个鲁国这个 这个帝氏 是吧 他曾经把这个鲁昭公是吧 这个赶下台来 不仅赶下台来 而且怎么 还不让他在鲁国带来 把他这个轰到外国去了 所以这个鲁昭公 一直就是这个 在这个齐国住了 差不多二十年左右 后来是死在齐国 是吧 那么这个像这种上青 这个把这个君主 这个赶掉的事情 我们说这个 在这个左传里面 也是比较常见 他不仅仅这个 把这个君主这个赶出去 有时候干脆就是 把这个君主就 把他这个杀掉 是吧 所以这个像这个 建于左传里面是吧 这个春秋列国是吧 这个君主被这个 这个城下所杀掉的 这个记录 一共有二十五次 就表明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当时来说 是吧 这个大臣是吧 来把这个君主赶掉 或者杀掉是吧 这个在当时是比较 常见的事情 这个里面不仅有大国 也有这个小国 大国也像这个晋国 晋国这个赵盾 盾就盾盘 这个盾 他曾经就把这个 晋陵宫 给杀掉了 当然理由就是说 这个晋陵宫这个君主 他做这个 他的这个行为 不符合君主的要求 所以就赵盾就把他杀掉了 后来像这个晋国 这个鸾叔 中行眼 他们曾经把这个晋陵宫 给他们杀掉了 那么其他国家 像这个齐国 齐国这个大贵族 就是这个吹柱 吹柱 曾经把这个齐庄公 也给杀掉了 像这个魏国 有这个大贵族 给民喜 民就安宁的民 喜就这个 气阳人的那个喜吧 民喜就杀掉这个 魏商公 那么楚国这个楚灵王 也是被这个 相民所杀掉的 所以这个我们说 在左端里面 像这样的寄陵 是比较多的 也就是说这个贵族 觉得这个君主要是 他的行为固端 他的做事情做得不合适 这个大臣可以把这个君主给杀掉 当然这个被杀的这些君主 我们现在看 大族也确实并不是好端端的就被这个底下杀掉 不是 也就是他们这个行为确实有这个不好的地方 或者说就是他们有这个过错吧 甚至有比较严重的过错 所以在当时这个贵族可以把他杀掉 杀掉以后我们说这个对这个政局这个震荡还不是太大 所以这个跟这个也是跟这个后代不太一样的 后代如果说城下把一个皇帝杀掉了那不得了 这个在这个政局上就发生这个很大的震动 所以这个也是说我们说春秋时期的政治 跟后来中国这个政治不太相同的地方 那么就像这个这种这个君主 我们说这个很多是被这个打臣把他这个轰走了 赶走了赶在这个国外 当然这一君主他也不甘心 他还是想回来了 所以这个所以这样就说 我们说这个这个君主跟这个大臣 他们就要进行交易进行这个谈判 例如说这个魏国 魏国这个魏县公 县就是贡献的县 魏县公他被这个贵族把他封在外头了 后来他想回国 所以他就跟这个宁是当时这个魏国的最大的贵族 就是进行交易 进行交易是怎么个交易法呢 这个魏县公就就表态 说这个你要让我回来 回到这个魏国以后 他说 政由淫世 记者寡人 那就是说 这个回来以后 我们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说这个政 政就是管理这个国家的大臣什么 都有这个淫世来管理 而我这个君主干什么呢 记者寡人 我这个君主只管什么呢 记事 我就在记事这方面是吧 负责人 也就是说 政治国政 这个我不插手 让你这个 让这个 这个贵族这个淫世来管理 是吧 那么实际上我们说 这个这个例子在当时 我们说的 也是个比较土初的 是吧 说这个 这个 就挑民了 是吧 这个君主只管这个记事 其他的这个大权 都有这个贵族来管 是吧 那么我们说这个 在这个春秋时期 是吧 我们说这个国君的这个地位 是吧 像这样的情况 是吧 我们说比较普遍 有很多国家的君主 就是这样子 是吧 他只是管管 就是比较 那个空闲的这个职位 例如说记事 是吧 至于说这个 其他的这个军国大事 是吧 都是由这个 其他的大贵族来管 所以这样我们也 也可以是这样说 在春秋时期是吧 我们说很多这个君主 实际上他是一个 挂名的君主 就是他手上 没什么实权 因为那个大权 都是由这个 这个亲 这个大贵族来管 他手上没有这种权 所以他实际上 一个一个挂名的君主 挂名 这个 这个 当时这个大国 像这个晋国 其国是吧 那经常是这样 但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